我们看到目前教育部明确要求各地延迟开学 具体时间由各地根据当地的疫情来制定 那宅在家中的学生怎样来保持体育锻炼和身心健康呢 请看记者在北京市海淀区的采访报道 篮球场上空空的北京市海淀季度学校还没有开学 学生们还在家里 但是这并不阻碍他们进行体育锻炼 初三学生杨旭正照着体育老师每天发的视频 在家里练习 对于他来说 这不仅仅是锻炼身体 也为初中毕业考中的篮球测试做准备 现在这个情况 平时只能在家里待着 不能在外面打球 然后在家里做这个操对身体也有些好处 对于一些球性球感上会有增加吧 这样对运球方面可能会有一些提高 这套动作是北京市海淀季度学校 体育教研组组长张旭编制的 他鼓励学生在家进行运动 录制了包括指尖拨球 腰间绕球 深蹲换球等动作的篮球运动视频 每天早晨由我来录一段这样的视频 设计这套操的过程当中 考虑到学生的居家环境比较狭窄 所以我们利用的是HIT当中的一些动作 相结合在这种狭窄的空间里边 让学生得到更好更强的锻炼 截至目前北京市海淀区有81所中小学 在疫情期间开展了居家锻炼活动 日均参与锻炼人数打12万多 虽然是在防疫期间 我们不能忽视对学生身心健康的指导 比如说有些学校 我们给他们提出的要求 就是要根据学校的实际 来设计相应的活动 下一步我们想设计叫线上运动会 我们会把防疫知识 健康知识 冬奥知识等等 我们都融进去 日前北京市教委表示 北京中小学将延期开学 引导学生在疫情期间不离家不返校 根据实际情况 指导学生安排好在家的学习和生活 事实上除了各区 根据实际情况录制网络课程之外 北京市教委还将集中录制 一批优质的课程资源 通过网络和电视等方式进行播放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